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个究竟有什么好处和有什么问题 那为什么银行不去承造这个职工案揭呢 第一件想说两件事 香港人是很聪明的 那个想法就是引领全世界 第一个就是把一些业权分拆成可以分层发售 那其实最初做物业发展的时候 整座楼是一栋一栋买卖的 那香港人就是想到一个方法 就是把它拆成一层一层去发售 或者是一个一个单位发售 那其实都是一个创新 那第二个是什么呢 第二个就是做一个叫分期的供款 就是做按揭 还有就是说在建筑期里面 就是说在建楼的时候 卖楼花 那个楼花都是可以做按揭 那职工和建筑期有什么分别呢 建筑期就是说你不用给了楼价 你是根据建筑进度 你跟那个发展商同意 过几多个月 给多几多% 去到落成之后呢 才成交 那这个就是建筑期的付款 那楼花的付款呢 叫做楼花按揭就是说 发展商同意用某一个价格 买给买家 买家就拿这个合同 就向银行去做一个叫做EM Equitable Mortgage 一个楼花的按揭 那这些按揭到的钱呢 就会是全数给了发展商 那那个买楼的人呢 就要定时定期 就供楼去银行那里 那发展商呢 就拿了存款 就是没落成之前呢 已经拿了存款 这样的时候呢 它就是可以很大幅度 改善那个现金流 那所以 为什么发展商如果是采用 一个叫做 职工啊 就是去拿楼花做按揭 它们有一个叫做优惠呢 有一个折养呢就是这样的 因为它们即时呢 就拿了那个银行的贷款 全数回来 那就是说 它呢就有一个 优势在那里 那 对那个买家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如果 那个食口是变动呢 或者是楼家是变动的时候呢 那它就不用担心 在这一段期间里面 到建筑 完成之后 那个利息的变化呢 也都不用担心 当时那个经济环境 有机会上不了会 但是也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如果你是碰着一些 没有实力的发展商 你的钱 就 那个自己就拿了 给了发展商了 那它一旦交不了楼 你就会是公空气 这个第一 第二 如果那个发展商 是因为有些什么问题 它延迟了交楼 你自己的月圆算盘 就打不响了 因为你可能 假设 现在是2024年的3月 当那个楼花是2026年1月交楼给你 但是 可能因为施工的问题 拿不到入伙子 拿不到那个叫做满意子的时候 退迟了可能是半年 那就是说 你想着2026年1月入伙 就是住的了 那因为你 如果给不到那一层楼 你就要在其他地方租楼的时候 你就会有双重支出 那这个呢 就是做楼花按缺 那个不好的地方 那其实都经常都看到的 就是曾经试过 有些楼盘 都建好了 真是有些满意子的问题 拿不到 曾经试过有一些项目 就是因为那个树 就是有些树是 说本来有一棵树超过多少直径的 被建筑公司撞倒了 这样的时候呢 地政署给不到一个施司 要做出一些安排才可以 最后来就搞到发展商 和那个建筑公司 就对保公堂 最后来那间建筑公司 是要卖盘 那这些是情形是会出现 那还有在那个买卖楼花呢 通常那个都定得好 有一个容忍度在那里 就是说 你就算我写目标是2026年1月交流 那都他会写到明呢 最后最后都可能是2026年的10月 那也都有一些不可抗力的条款 譬如打风啊 譬如有些什么问题呢 他是可以有专业人士去证明得到 是可以延期的 那延期 那要不就发展商给你利息 要不就去到真的最极限了 交不到房子呢 就要赔回款给那个买家 但是你想想 如果那个发展商 最后来是因一些财政的问题 完成不了的项目 那那个做了按揭的业主 其实就很麻烦了 因为你的关系就是你和发展商的关系 不是发展商和银行的关系 银行已经是借了一笔钱给你 它不会你收到楼还是收不到楼 你都是要如期去供楼 那如果真是很不幸地 那个发展商的实力不够 那些钱是不能够完成的项目的时候呢 你仍然是需要供款 就是说你是面临两个损失 第一收不到楼 第二你仍然要继续供款 那你只可以做的事呢 就是向那个发展商去收到赔偿 但是如果那个发展商已经是破产 或者是进行清盘的阶段的时候 你根本很难追逃得 这个就是买楼花EM的风险 那说到楼花 其实自己试过90年代 我们去发展内地的楼盘 是一个商业楼 都曾经试过做散售 亦都发展过一个别墅 要问银行做按揭 那时候因为内地尤其是上海 其实不是商品房 是刚刚开始有这一样东西 那内地的银行就不会去做 那我们做的就是找香港的银行去做 香港的银行其实就是很保护 他们怎样呢 他们说我和你做没问题 因为那时候是上市公司 你要back to back guarantee 如果那个买家断工 你要承诺买回那个物业 就是说银行就立于不大之地 就是无论它是楼花也好 或者是完成了项目 它做按揭 它那个按揭的年期 都有这样的承诺 就是等同好像房委会 承诺的居屋一样 全期你都要去承诺 你要去回收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年代呢 银行它不是想将有问题的时候要个物业 它都是想要回笔钱 但是内地你想想 在香港才那个成交的流通量 才会这么高 他们如果要去卖的时候 可能要做出很大的折扬 他们也不知道整个上海市的楼房 究竟它走势会是继续向上 还是平稳 还是向下 不知道 因为那时候是90年代 89年六四之后 被人背割了之后 刚刚中国的经济才是好 那他们对中国未来究竟会是继续走好 还是向下呢 其实是一个未知数 那么作为一个银行呢 它不应该会暴露这些风险 今天回想回 看回银行在那个时候做的决定 是非常之适合 因为它不缺这个生意 只不过是发展商为了 希望可以卖到一层楼 套到现金回来的时候 要去做出这些承诺 那么这个就是说 就是大家要对那个 那个物业买卖呢 就是要去清晰一些法律的责任 就是你不可以整天当自己是苦主 就是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签名这个撒娜的时候 你就要知道你究竟承担些什么风险 所以为什么有品牌的发展商 历史悠久的发展商 那些银行是愿意跟它做 留花按揭 一些新进发展商 那它就要看它的实力 那它也要给银行知道 它是有足够的资金 是可以完成到的项目 如果不是我是银行 我都会担心你完成到的项目 就算做到留花按揭 那个买家 就以苦主啊 在银行门口啊 拉完环额啊 而自居 这样的时候呢 就得不常实 那第二个我想讲的呢 就是讲大厦维修 那大厦维修最近有些屋苑 就是去做一个全民的大会 就去投票 就是究竟那个维修 是否继续下去啊 是不是换个管理委员会啊 就是那个所有东西 将大厦维修的公司也是更换 那其实大厦维修是一个肥猪肉 因为很多大型的屋苑 讲到维修呢 就讲到亿亿声 那之前都有一间 香港的物业管理上市公司的高层呢 就牵涉到被廉政公署呢 就邀请呢 就是去调查了 那造成都挺大件事的 那因为那个人物呢 是在物业管理界呢 就差不多等同毛泽东一样呢 就放在那里供奉 因为做物业管理 做到去上市 在那么多年前 那其实呢 被奉为呢 是神级 但是因为这块肥肉的时候呢 其实很多人呢 会是千...叫什么...千辛万苦 想尽弹法呢 就要去做那个管理委员会里面 那也都有很多专业人士呢 就是在这儿潮起立下 有背计师啦 有律师啦 或者是有些工程的策略师啊 或者是一些职司呢 就会进去那个...做顾问 那哪怕... 他们那个... 籌金... 差不多接近... 没有那样 或者是... 很成本价 因为你出席一个会议 其实是需要成本的嘛 那他们是很便宜很便宜 是进到局 那进到局的时候呢 那... 整个那个... 委员会啊 或者已经是... 全部是自己人的时候呢 那就很容易呢 就会做到一些叫做... 维标小组 那维标小组呢 就是不是投标小组 维标小组就是说 它可以安排到... 商属的... 叫做... 成建商呢 是可以... 维标小组 那他们就... 用派货的形式呢 可能是... 这一个... 屋苑就A中 第二个屋苑呢 就B中 就是C中 D中 这样... 令到呢 那个... 整个... 叫做维修呢 有很高的水位 那... 之前都... 接触过... 这些... 做维修的这些人 那其实... 他们... 也都可以呢 是... 是... 给到呢... 很高的利息 因为他们都要... 呃... 虽然是... 高的利润而已 但是都要去启动的嘛 那他们想多些project 去启动的时候呢 他们都曾经寻求呢 去找一些... 金主呢... 去... 去... 支撑他这些业务 那... 令到他可以... 投到更多的项目 那... 那... 这些都见过 那... 就是... 一个... 叫做... 那肥肉在那里的时候呢 就会引来... 很多不同的人呢 就走去... 去分一杯筋 就是等同以前... 就是... 居屋装修那样 就是... 一个新屋院 进去装修 他又有指定的... 成造商的时候 那... 就会引来很多... 黑社会啊 去... 要去... 呃... 包一些项目来做 就算你说自己想找亲戚朋友做 你都要判一些... 美其名呢 就判一些项目啊 就要给他做 差不多... 其实就是说... 是给陀地那样的 那这些就是说... 当... 尤其是... 一些... 政府呢 他们想... 有一个善意的安排 怎料呢 最后呢 就成为一个... 免财的... 方法啦 那这个是在... 早十几二十... 二三十年前啦 居屋... 一入伙的时候呢 就会有些黑帮呢 就在那... 叫做... 壟断了整个装修 就是几间都是一些... 他的人 那... 曾经也都试过啦 就是... 就是... 自己根本是装修工人来的 自己去做 都不行 都会被那些黑帮啊 去斩杀啦 亦都是... 如果你上网呢 亦都是找到这些... 这样的... 新闻的 那... 因为... 有钱的地方呢 就会引到那些人呢 去做财 那第三个我想说呢 就是... 最近... 有一个... 比较... 多的话题呢 就是... 水啦 水就... 现在... 全国的首富呢 就是... 宗善善啦 那就是... 农夫山泉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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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令到农夫山泉突然间被网民说要不去买 那些股价又插水 这个叫做富豪排行榜其实很有趣 每一个登岛顶做第一的时候 就有人形容这个富豪排行榜是一个叫做汤珠榜 就是说一登岛顶就会出事了 你看一下这个叫做恒大、曼达曾经都登岛顶 就会出事了 然后再之前有巨人集团也是 这个榜现在到钟蕾蕾先生登岛顶了 究竟会不会出事呢 真的要看着 因为人就很有趣 就是很喜欢看着最擅长的那个就去打 就是首富那些去打 那在内地做生意呢 就跟亚当夏娃洋有缘罪的 就是没有一个人呢 我想是会清清白白的 就是我敢说在内地做生意 因为只有那几十年的光景 没有一些政策的扶持倾斜 就是说得好听些 政策扶持倾斜 说得不好的 就是说他们和那些官员 有些瓜葛 那实有 就是可能 举例 以前去发展上海 那时候大家对那个信心不是那么大的时候 你去拿地 去拿地是不需要百分之百给了地价 那个区政府是会着情处理 你先给两三成地价 因为他们需要一些钱去做政府的运作 那有些东西就完成了 所以才去给 那这些又会被人成为救病 哪个又给那种权力 你去做这一件事 因为有时很多东西就不是一个白字黑字 写得很清楚 那也都可能是牵涉到 有些然后的利益 或者有些灰色的利益就在里面 所以很难就是会 每一个人都会是清清白白 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另外你要去拿一些叫做同意批文 是很多很多部门是需要 很繁复 那我们叫做监章 那你要找很多部门 走去跟你监章 才可以做到施工 才可以做到相关的工程 那一去做监章 拿着个章的人的时候 就会去拷着数 尤其是在那个年代 强裕 就是一些香港的大发展商 都搞它不行 因为为什么呢 你说你是香港发展商 你就是有钱了 你就可以就给它敲脚骨 那这些 就是说在90年代 很多发展商都会面对这样的问题 那所以有些发展商就怕了这件事 或者是不知道就算他们自己的职员 会不会中饱私囊呢 他们就直接不去做这些项目 所以你看到香港有些发展商 是没有参与过内地的项目的 因为他们不知道 究竟底数是多少 就是正常做的费用可能是100万 但是最后一条数报了出来 就是500万 500万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间有很多东西 是需要去滋润 去润滑 要去搞定 那这些费用就花了在那里 究竟那个主持人 他拿了多少好处呢 他又不知道 那与其是这样 那么多不知数的时候 他就直接是不做了 虽然是一个火王的年代 是一个楼价飞升的年代 那他们就奉行少做少错 那这个故事就告诉大家 就是说 那些富豪 或者那些叫做首富 那其实在他的成长 那公司的增长里面 一定是有一些 沙沙石石是会碰到 在发展中国家 如果你要他一些东西都没有的 水清的 我想是没可能的事 那这些是现实来的 就是你不要说我是赞同 还是不赞同 我只不过是说一些事实给你听 那第二个要去说的就是说 究竟司徒关系也好 或者你在那个公司 学满了师出来自己自创 一间新公司 究竟是不是反骨呢 就两看了 就是我自己看就不是反骨的 因为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理念 就是他在那间公司打工 那如果那间公司比较他 我想他不会走 那应该是一些叫商业 大家的条款 大家谈不合 那他又发觉 那个行业里面呢 有那个空间的时候 自己出来做 做得比原先那间公司更大的时候呢 就证明呢 之前他们那个旧公司 那个理念那一套呢 不够他走出来 做那一套呢 就更加好 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无可厚非的东西 那世界上的东西 太阳底下无身事 都是不停去学习啊 要去做 那你没可能强迫一个人 他跟着你之后 永远都跟你打工 做一个家臣 也都没可能 在你做了之后 出去做 不可以做回同行 你只可以要求 他有一个叫garden leaf 他有半年时间 或者一年时间 是不可以从事同一个行业 令到 那些客户不可能 即时去跟他 那这个就是 讲紧 可以要做的事 或者 在他在位的时候 不要用自己的 在外面用一个暗的名义 或者用亲人的身份 另起劳坐 去叫客户 如果是这样 在这个道德措手问题 如果他真的干干净净 好平和分手 过了过渡期 跟着自立缓户 他的业务业绩 是比之前的公司更好 我觉得 亦都是无可口非 那 即是那些叫做公众 很流行 有些叫做财强抚弱 有些怜悯的心 即是一个人死了的时候 一定是同情死的一个 就去挖一些东西 就是去攻击 现在的人 做一个叫做道德的审判 那这些道德的审判 其实 整天都会有 因为 在网络世界 一定是将自己 那个道德高地 就摆到最高 但是实际情况 是不是呢 那可能在现实情况里面 你给 你所说的东西 你可能做得 是比较更加卑劣 只不过 是你未遇到 那个场景 那因为利益有关 那所以我 对那些 就是那些大众 那些网民的意见 就是对那些 尤其是公审 啊 舆论的时候 我是会抽离一些去看 就是你跟车太贴 经常都会出事 因为 你就不知道真真正正的情况 你是被那个舆论 就带着走 所以 为什么 TikTok 现在 接近这个叫做 美国大选年的时候 就会说 TikTok是不是需要 剥离这个 字节跳动 成为独栏 因为曾经呢 Facebook 在脱欧的公投里面呢 他们找了一间叫做 Tambridge的 Anetics的公司呢 就是去将那些 网民呢 就是带了去一个风向 令到它呢 脱欧成功 那这个 其实 西方 西方世界呢 很知道 在社交媒体呢 是绝对可以影响到 那个投票的结果 那么 西方世界很厉害去玩一些媒体 那么 他们知道 有机会做到的时候 而这个TikTok的 最大的持有人 是内地公司的时候 他们都担心 会不会 都是被这些短视频 去影响到那个选情呢 就是 大家都会是这样想的 只不过 他不会宣诸于口 说出来 他们担心这一样东西 他只会说 荼毒青少年 或者是其他的问题 那么 太人头者呢 都会被人提提 那么 这个 社交媒体呢 其实就是 那些算法 是可以微调啦 就是他可以给你什么 他背后的政治立场 他怎么去推给你呢 其实他是可以 有方法去做到 人是很有趣的 会是被人家潜移物化 就是影响 当你看到很多东西 一个也是这么说 十个也是这么说 一百个也是这么说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个思想是一个主流 你自其然呢 就会是走了进去的那个船窝 那么这个就是 讲着媒体 尤其是现在的自媒体呢 是可以用一些算法呢 是推给你了 那么这个是 就是希望 就是看那个人呢 是有 就是有一个抽离的感觉 就是 就是整天都讲我说 有些人是会被那个舆论啦 或者是那些 说话呢 是会影响到 就是他们的意志力不够啊 或者是分析力 能力不够的时候呢 就是容易会被人家去 叫做煽动到 尤其是 很多人呢 就以一些叫做专家啦 或者是权威的人士呢 就去自居 接着你又 有膜拜了那些权威的人士呢 这样的时候 他去 影响你 就很容易 那所以自己很警惕自己 我经常都讲 说拿筆和拿麦呢 就是最危险 你很容易 又有多了人去看你的东西 你就会是放大了自己啦 有一万人看你 有十万人看你 有一百万的followers的时候 你自然会放大了自己 当了自己是神 一举一动呢 就会受人关注 其实不是啦 你都是普通人一个 因为我见过有很多艺人啦 就是突然间爆红了 起来之后 就当了自己真是天王巨星呀 又要戴太阳眼镜出街呀 戴上口罩呀 希望人家见不到他 那但是 如果真真正正是天王巨星 根本他都不会担心这件事 你看一下 譚詠麟、周潤发 不会有很多人在身边里面 他都是一个普通人一个 那你去 破不了这个关口的时候呢 就会是被自己的粉丝 被那个流量呢 就能控制到自己的人生啦 那这个呢 就要是警惕 还有你自己的一言一行呀 你自己的说话呢 其实你真的要很谨慎 有时候有些YouTuber 没经过Fat Check 就会说出来 你是会影响到其他人 那这个 这个自己都会引以为戒啦 就是不要被流量 而控制到那个人生啦 今天想讲的就是这么多啦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的 拜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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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